《草木葱龙》的时节 对木兰围场的梅花鹿来说 意味着丰盛的食物 也意味着心生和活力 这是每一只梅花鹿 初次睁开眼睛时 所看到的第一个季节 梅花鹿是一种群居动物 不过眼前的这只 却孤独地俯卧在草丛里 看似无依无靠 其实这是右路躲避天敌的自我保护行为 一个月龄的小鹿行走还不稳健 不能跟随群体行动 它们常躲在距离母路密实处 十多米远的草丛或灌木丛 静卧休息 等候妈妈的召唤 突然而至的降雨 让小鹿有些无措 求助没有得到母鹿的回应 有些困难仍要自己独自面对 梅花鹿常在珍阔混浇林的山地 森林边缘和山地草原地带活动 它们行动敏捷 听觉和嗅觉十分发达 一旦遇到危险 会快速奔跑 躲入林中藏身 这里位于林地边缘 常有鹿群经过 空气中似乎有了熟悉的味道 是妈妈回来了 看样子 它受伤了 梅花鹿的修复再生能力 是哺乳动物中最强的 它们骨折后 通常二十天左右就能恢复如初 小鹿能否挺过这段时期 将是它成长中的关键 在残酷的自然面前 与其他食草动物相比 梅花鹿家族进化出了独有的生存技能 栗树叶富含丹宁酸 很多食草动物吃了会中毒 但梅花鹿的特殊基因 却能轻松解毒 让栗树叶成为美食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野生梅花鹿在中国已是宾威物中 为恢复梅花鹿种群的数量 给它们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 木兰围场的林业工作者 除了日常巡护 还会在食物匮乏的季节 对栖息在这里的鹿群进行捕赐 它们相信 拥有顽强生命力的梅花鹿 一定会重新跳跃在森林山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